日前,65岁的知名歌手蔡琴举办了个人演唱会 在举办演唱会前,蔡琴的好友陈文倩在社交软件发文 表示蔡琴在开演唱会之前生了个怪病 而向来妙语连珠的她更是个公开向名嘴好友陈文倩 我不像陈文倩不承认自己是老女人 我就是老女人,我不只要当老女人,还有当国际巨星 此外,蔡琴还通过经纪人表示 千万不要以为她的怪病要死掉了 其实就只是耳鸣和晕眩治不好 有去找耳鼻喉客的医生看,但却一直没有看好 后来又有老师介绍蔡琴去看平衡神经科 针对晕眩及耳鸣做治疗 目前蔡琴已经接受治疗中 也有比以前状态好 请歌迷不要太担心 至于戒烟部分 经纪人透露称 蔡琴看过医生后 已经接受医生建议 开始进行戒烟计划 希望把表演做到最好 然而这并不是蔡琴第一次被传声放恶极了 近几年来 蔡琴频频传出此讯 她本人对此感到十分无奈 曾公开辟谣 自己不仅没有去世 而且一直非常努力地锻炼 保养身体 甚至到现在还拥有马甲线 9月16日 蔡琴开始103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场 65岁的她展现出国人体力 标唱二十首歌 唱完《心不了情》后 她忍不住颜面大哭 红着眼说 谢谢大家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 萨克斯丰手睡得太好了 唱这首歌这么多次 我尽量告诉自己不要哭 结果结尾泄涌而来 有远程会因瘟疫引起三个月 她心情激动 开场就兴奋地说 这次瘟疫后 我学会最好的一件事 是害怕 坏心也会传染 但不要忘了 好心情也会传染 采访时 还以见男朋友的心情形容相隔三年 登上舞台和歌迷相会的感受 再度举办演唱会的蔡琴 从16日开始 连续三晚为歌迷献上精彩的演出 演唱会上座率大九成 三场演出够吸金3000万新台币 蔡琴祖籍湖北仙桃 1957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 22岁那年正式进入歌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蔡琴先后推出了恰似你的温柔 我曾经来过 抉择 你的眼神 再爱我一次等进去 成为台湾宏祭一时的歌星 1984年 蔡琴27岁时 遇到了让他痛苦一生的男人 杨德昌 他祖籍广东眉县 1947年出生于上海 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台湾 杨德昌曾在美国有过一段短暂婚姻 前妻是一位美国人 离异后 杨德昌回台湾发展 他才华横溢 有着出众的导演编剧才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杨德昌指导的是一个女人 《海滩的一天》等影视剧 在台湾引起巨大的反响 他也因此成为台湾宏祭一时的导演 1984年 杨德昌筹拍影片《青梅竹马》 看中了蔡秦身上 云含的巨大商业价值 李瑶塔出演该片的女主角 蔡秦并非天生励志 长相一般 杨德昌也不是帅哥 戴着一副眼镜 走在人群中并不引人瞩目 但一个是歌坛巧楚 一个是著名导演 两人仰慕彼此的才华 惺惺相惜 青梅竹马杀金后 杨德昌便对蔡秦展开了热烈追求 有才华的男人最具魅力 蔡秦无法抵抗 随后便与他确定了恋爱关系 1984年10月 蔡秦与他自己10岁的杨德昌 在台北上婚 然而新婚不久 蔡秦就有了难以言说的烦恼 原来两人结婚后 杨德昌一直与他分床睡觉 蔡秦一度以为丈夫身体有问题 要陪他去医院 杨德昌却说 我身体很健康 夫妻间不只有那点事 志同道合 精神的默契更重要 丈夫这份话让蔡秦面红而吃 但此后蔡秦还是默默地给丈夫做营养餐 希望他身体更加健康 让自己做一名正常的妻子 然而杨德昌不是出差 就是在片场拍戏 即便在台北 他哪怕在咖啡厅喝咖啡 也要挨到深夜11点才回家 蔡秦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女人 渴望丈夫的呵护与抚慰 然而他有丈夫有家庭 却没有一点温暖 黑夜里蔡秦不知流过多少眼泪 蔡秦是个传统的女子 即便如此 他依然爱着丈夫 那时蔡秦的经济条件比杨德昌好 他哪住前来养家 给丈夫买衣服 杨德昌的新片上映 蔡秦义务为丈夫站台 在万人眼里 蔡秦与杨德昌是一对幸福恩爱的夫妻 很多人羡慕蔡秦嫁得好 然而只有蔡秦知道自己的心痛 凭心而论 那时蔡秦的名气比杨德昌大 因为娶了蔡秦这个歌星妻子 无形中促进了杨德昌的事业 1989年 蔡秦与杨德昌二人结婚五年 已经32岁了 他小心翼翼地与杨德昌商量 我们要个孩子吧 杨德昌看了他一眼 生孩子多麻烦 我看现在的生活状况就很好 蔡秦突然悲伤到难以自已 苦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是杨德昌并没有安慰蔡秦 而是拿起车钥匙除去了 就这样 蔡秦一直在无形婚姻中挣扎了十年 1994年 杨德昌向蔡秦提出离婚 本以为只是时间冲淡了二人之间的感情 但现实却给了蔡秦重重一击 1995年 蔡秦无意中得知 政府原来是在片场有了外遇 他的心碎了 整整哭了一下午 哭过后 蔡秦想空了 决定放自己一条生路 同年8月 蔡秦与杨德昌办理了离婚手续 直到离婚时 蔡秦依然是处子之身 后来通过反思这段失败的婚姻 蔡秦终于意识到 杨德昌并不是真心爱自己 他只是看中了自己头点的光环 将自己当成一块金子招牌 当作提升他事业的工具 蔡秦觉得自己太失败了 渐入痛苦忧伤纠结中 他一直在离婚阴影中 挣扎了足足五年 直到2000年 蔡秦情绪才有所好转 这年冬天 蔡秦出现身体不适 妹妹蔡飞是蔡秦的经纪人 便陪姐姐去医院检查 结果蔡秦被确诊为乳腺癌 刚刚走出失婚阴影 而今又被癌膜缠上了 蔡秦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 一度清晰一冷 本来她打算自生自灭 任凭癌膜将自己带走 然而妹妹与家人苦苦相劝 喊泪哀求 蔡秦终于决定接受手术 2001年4月 蔡秦在医院接受了病早切除手术 妹妹和家人轮流在医院守护她 看到别的病友 都有配偶在身边陪伴 蔡秦心里充满悲凉 幸运的是 蔡秦康复良好 癌细胞没有在体内扩散 一个月后她出院回家 但蔡秦每三个月 就要去医院检查一次 并长期服用药物 离异后 蔡秦没有在谈恋爱 一直单身 而杨德昌离异不久 就与钢琴家彭凯丽结婚了 彭凯丽比杨德昌小18岁 出生于台湾 在美国长大 婚后两人育有一子一女 2002年3月 蔡秦无意中 从朋友那里得知 杨德昌患上了结肠癌 正在美国接受治疗 毕竟相爱一场 蔡秦的心里没有怨恨 出朋友给杨德昌送去一个花篮 并在花篮里放了一张纸条 希望杨德昌早日康复 杨德昌知道自己对蔡秦伤害很大 留下了复杂的泪水 2007年 杨德昌因结肠癌在美国离世 在生命的倒计时里 杨德昌托朋友给蔡秦带话 希望能见蔡秦一面 蔡秦则表示 自己与杨德昌那夜翻过去了 他现在有妻子 有儿女 有家庭 所以蔡秦并没有去美国与他见面 杨德昌去世那天 蔡秦在家里失声痛哭 经历过人生的坎坷 蔡秦对名利生死看得很淡 她不喜不悲 平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从2010年起 蔡秦经常来内地演出 还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 开办过个人演唱会 她的经典歌曲 《你的眼神》 在内地有很高的传长度 2015年 台湾一位富商向蔡秦展开追求 然而蔡秦对爱情 婚姻再不抱任何期望 进入止水 然而富商天天给蔡秦送鲜花 蔡秦去外地演出时 她也全称跟在蔡秦身边 蔡秦渐渐被她的痴情打动了 2016年 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富商的年龄比蔡秦大 她希望蔡秦离开歌坛 与自己安心享受生活 然而歌唱是蔡秦的生命 是她人生快乐的吃点和圆圈 要是离开了舞台 她会无所适从 因此蔡秦婉拒了 而富商也因为不想 再过这种漂泊的生活 与蔡秦选择了分手 在情感路上遭受过太多的创生 进入晚年的蔡秦 已不再对爱情婚姻抱幻想 她的弟弟妹妹们有很多孩子 个个都很孝顺 蔡秦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 心情的温暖 晚年的她没有婚姻 没有家庭 无儿无女 一个人演出 一个人生活 很多日子 蔡秦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去海边看海鸥 她坐在沙滩上 落日的余晖下 蔡秦的背影 是那么沧桑孤独 我们下注 없습니다 你 没有他